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9 新的旅程 安静的高贴路 569 上年度 701 我谢谢你 感谢大家的我的票 耶 我的针键太短了 当时在学校实在是来不及了 有一点点紧张 首先呢 我今天作为一名员工站在这里 完成公司每年最大的一次销售任务 我像是一个客户经理 或者更像是缺少产品经理的商品 像本应是公司的上帝的你们 推销任性仪3.0 第三次站在这里了 我觉得我发生了很多变化 第一年的时候我觉得我糊里糊涂的 确实是什么都不懂 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我 进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现在第三年 我觉得我变得更像 初来乍到的自己 认为偶像只是努力的唱歌跳舞 体验我从未经历过的精彩 所以我依旧很热爱这个舞台 有很多喜欢的unit 喜欢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表演的自己 仅此而已 当我经历了第二次总选失败 我就终于明白了 人设 CP 流量 远比我所喜爱的舞台 对业绩的影响更重要的时候 除了享受舞台 我逐渐变得不再期待 梦想 汗水 坚持 于我而言 是一份工作 能让我有一间 展示属于自己的屋子 一份勉强可以让我交学费的收入 若一名员工无法为公司创造收益的时候 我就不再是一名合格的员工 因此我不知道哪一次调整 我可能会离开这个我所喜欢的舞台 素人 出道的偶像 终有一天将跌落神坛 变回默默无闻的灰姑娘 无论在我们心中 这个公司是什么样子 但我很感谢 他提供了这个 可以 让我 闪闪发光的舞台 让我在这里 能和大家相遇 让我 曾经闪耀过 其他种种或许 或许 会随着离开相望 但我相信这样的跌落 不是进入无尽的黑暗 只是我会变成一个普通人 完成我的学业 收拾 捡起我喜爱的画笔 有另一份可以期待的未来 或许更加艰辛 但我可以做回我自己 不再是一个人设幻想 羁绊的结合体 而是真真正正的我 同样我也希望还在支持我 以及曾经支持我的各位 能在各自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好 我现在还是一名偶像 所以如果因为我 你们变得更差劲 那么这个身份便毫无意义 我也不愿看到这样的你们 没有谁 应该把自己的人生 期待在别人身上 自己选择的什么样的路 才是你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因此 这个夏天 我们一起奋斗吧 只是不再是为了我一个人的目标 而是为了我们各自的人生 比起奖杯 我现在更喜欢听你们说说那些 我未来将要体会的生活 让我少一些迷茫 多一些期待 最后谢谢大家支持我 我会把曾经每一个认认真真 喜欢过我的人 永远记在心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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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请孙一山拉票吧 谢谢大家